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9号星期六 川普这次竞选上来之后 首先要干的一件事 恐怕就要对政府内部进行了大的清理 政府内部有很多政务官和事务官 都是民主党的人 对川普怀恨在心 在过去的这八年里不断的 就是说阳风阴伟甚至在背后 对川普捅刀子 那么川普上来之后 肯定要对他们大开杀戒 要对他们动手 那动手的话老婆问你 就以你作为一个吃瓜群众 你认为川普要对他们动手的话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先把冲击国会那帮人给放出来 对 然后呢 然后看当时谁抓了 再把那些人扔进去 那些人扔进去啊 那么让谁去扔他们进去 他自己 不懂 不懂啊 枪杆子刀把 懂了吧 就是现在枪杆子刀把在一手里吗 没有 习近平上来先干什么 先把郭伯雄 徐才厚 谷俊山先弄下去 要干什么 先把枪杆子招到自己手里来 然后再对了这个司法部门动手 后来就什么这个 刘元平 刘元平是公安部副部长 孙敬军公安部副部长 然后傅政华最早是公安部副部长 后来到了这个司法部部长 对整个司法系统开刀 全部换人 全部都换自己人 后来陈希心什么的都是直将新军的 全部都王小宏 这些都上来了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习近平的自己人 对不对 那前面这些呢 像什么傅政华这些呢 都不算是习近平的人 那傅政华当年其实是像是这个 是周永康他们人 他背叛了周永康 他最后还是没有被放过 对吧 部队里面很多都是 都是江征流下来的 也都动手了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你如果上来想动手的话 你要什么人去把你恨的这些人 抓到监影去 你可能需要枪杆和刀把子 对不对 但枪杆和刀把子 首先就是你自己人 对不对 你首先要干什么 先动枪杆和刀把子 对吧 好 那川普宣布啊 解雇所有参与阿富汗 就是他 他的话说 他说这 他说呢 所有的参与的背叛性的 阿富汗撤军的 军 这个军队的高将领 全部呢 这个解雇啊 他要求所有这些人 必须在川普就职日的中午之前 将辞职信放到川普 在白宫的办公桌上 那就是说 You are fired 这是川普的名言 你们都被解雇了 都给我滚蛋 川普说呢 这个你们被解雇了之后呢 你们可以干一件事 去写本书来骂我 他说 我前面解雇的人 都写本书来骂我 你们也可以写本书来骂我 然后呢 这个副总统呢 GD Vance接受了采访 他说呢 川普已经做出了这个 宣布啊 要求解聘所有的FBI 联盟电查局 CAA中央情报局 国土安全部 还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机构的相关的高级官员 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说到一个 什么级别 这个要相对来讲高级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阿富汗撤军来讲的话 你要裁员才有什么 连长 排长 不可能吧 你最起码里从 就是说团长军长 这种 这种 师长之类的 往上走吧 对不对 要不然你要裁多少 要裁太多了 对不对 可是一些高级将领吧 军事高级将领 还有就是FBI CAA 国土安全部的一些高级将领 这些人 这些不算高级将领 算高级官员 这些高官 因为什么呢 他说这样 他给他两个理由 就是说军队里边裁员 然后把军队的这央将领们裁掉去换人 是因为他们参与了阿富汗撤军 认为阿富汗撤军是个背叛型的撤军 阿富汗撤军给美国伤害很大 而且造成了美军当时的伤亡 让他们滚蛋辞职 解聘他们 对于FBI CAA 国土安全部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些机构的官员是什么呢 他说这样 他们当时一起携手撒谎 用谎言 他们当时迫使大型科技公司 审查所有有关 2020年大选作弊 还有新冠疫情的真相 就当年来讲 这个2020年大选作弊 大选作弊之后 FBI和CAA不承认 而且任何人如果说大选作弊的话 FBI和CAA和国土安全部 就会对他们进行敲打 对他们进行审查 你像最简停的 就是说1月6号冲击国会 这些人都是认为大选作弊的 那这些人被FBI CAA和国土安全部 进行了迫害 很多人被宣判有罪 那多的判了16年18年 还有短的有判几个月的 几年的都有大量的人被迫害 另外一个就关于新冠疫情 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是 就是说这个FBI CAA国土安局部和 新冠疫情中心的很多人 都在说 说新冠疫情绝对 不是从武汉病毒实战室 这个显示出来了 当时还有夫妻联名的 40多个科学家 联名写了一个公开信 强调了这个东西一定是来自大自然的 绝对不是从实验室来的 而现在事实证明 这个东西应该是夫妻他们拿钱 跟武汉病毒实验室一起合作 来做到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 到底怎么出来了 现在不知道 众生分云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最早的时候 我们怀疑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不小心放出来了 但是后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为了让川普下台 需要一场特殊的事件 而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特殊事件 所以这个东西 但是有人知道 这东西在武汉有 那么有人到了武汉 把它释放了出来 那么是武汉不小心释放的 还是有人刻意在武汉去释放 栽赃陷害武汉病毒实验室的 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视频之前我录过 我还穿一件红衣服 为了把他辟邪 这太邪了 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好说 但是呢 这些人 媚着良心 你会发现 夫妻他们在私下的 邮件里边 全部第一时间 就马上就反映到 这东西应该是冰毒实验室 写着出来的 说这帮孙子这么不小心 把他放出来了 然后公开了 他们签了联名信 说绝对不是冰毒实验室 出来的 在帮着掩盖这个事实 那川普认为 所有掩盖 新冠疫情真相事实的 这些FBI CAA 孤立安情局 基平医生控中心的 这些高医官员 全部都应该给我滚蛋 应该辞职 马上滚 还有所有的说 这个就是说 不认可 大选作弊的 全都滚 还有 川普还将取消 51名美国政府 高级情报官员的安全许可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51名美国政府 高级情报官员 在2020年大选期间 故意将亨特拜登的 笔记本电脑 谎称为是来自俄罗斯的虚假消息 现在事实证明 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是真的 里边的所有的裸照 跟俄罗斯妓女的这种性爱视频 全部都是真的 但是他们说 他们说这当时都是假的 他们说是普京 派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间谍 做的呢 这种AI 做的虚假的照片 和虚假的视频 然后呢 说这种俄罗斯的这个虚假消息 然后呢 不允许任何呢 政府官员去做调查 然后不允许任何的这种呢 大型科技公司去讨论 所有的全部呢 要不就下架 然后在推特上 谁说这个 就给谁这个 就 隔壁车推特 我们推特号当时也被这个 暂停使用了 啊 所以呢 你就了解到这个情况 好吧 那当然这些东西 有没有 全都是存在的 没有问题啊 但是当然 首先通过这点 还是要干什么 首先对部队 对这个 部队属于枪杆子 ROBICA 国主安全部队也属于刀袜子 要对整个的枪杆子和刀袜子 进行大的清洗和换人啊 那么怎么来知道 这里边哪些人是这个亲民主党的 是亲左派的 那其实通过这些事呢 就能看得出来 啊 那做完这个之后呢 就把枪杆子和刀袜子 先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然后后面呢 你要再调查婚约外灯也好 要调查这个 男性的PLC老公也好 等等等等也好的 你最起码就是说下面听话 而不是弄了一帮的 男性的PLC和这个亨特拜登的小兄弟们 去调查他们 那不可能他调查个屁啊 对不对 去调查的时候 没事他们都是清白的 那甭调查了 懂吧 所以呢 先把这帮人弄下去 先把这些人都干掉 然后呢 换了一帮人 再去调查他们 但是呢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你让这帮人去调查 他们肯定帮助 亨特拜登和男性的 去掩盖这个事实 没问题 但是你换了一帮人之后呢 那帮人在上去之后呢 就是说 黑的也要说成白的 白的也 那帮人 那帮人去的是干什么 那帮人就去抓 亨特拜登和男性的老公的 没有正义 他们会创造正确的 你懂吧 所以呢 就这个东西到最后 就是这个度是什么 你看 他们当年迫害川普是真的 没有问题 他们当年是说谎 在疫情上说谎 在亨特拜登比例文章说谎 在大选上说谎 都是真的 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你反过去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控制住自己 你的程序是正义的 他的程序不正义 但是你反过去的时候 你的程序要正义才可以 而别人一回来 你反过去的时候 你的程序也不正义 那你们最后就 就乌鸦落在猪身上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最后就等于是没有好人 变成了就是说狗咬狗的嘴毛了 你知道吗 那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 很难把握 这边满怀仇恨啊 这边是满怀仇恨 眼睛都都煞红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时候 能够克制住自己 做应该做的事 还把做对的事 还把事做对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考验这边 首先呢 考验这边另外一个呢 其实我想说 他其实也在考验 考验美国的司法体制 是不是能够自己纠正纠偏 但是呢 我想这是个废话 美国的司法体制 如果能够自己 纠正纠偏的话 他们就不会去抄 川普海务状怨的家了 就不会去监听川普的 这个计算团队了 对不对 就不会去这个 把什么这个G6合唱团 都送到监狱里去了 对不对 就说明什么 是不是美国的司法体制 已经完完全全 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美国的司法体系 已经完全的武器化和工具化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川普他们上来之后 又能怎么样呢 你懂吗 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当选了就过关 这个败选了就被关 你明白 今天我赢了 一招拳戴手 便把令来行 之前你有权力 你整我 现在我有权力了 到我了 那这样 还是那句话 这么搞下去 最后美国真的就是 既无民主也无法治 你懂我意思吧 这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 这怎么能够重建美国人民 甚至全世界人民 对美国民主的信心 对美国法治的信心 这个是对川普的一个考验 你不是 你要明白 你不仅仅是 你是来报复的 我知道 但是你不仅仅是来报复的 知道吧 你要重建的是 美国老百姓 对法律的信心 对司法的信心 而不是到最后 就是说整个这些司法 这些枪杆的那些刀把子 都变成了你们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 那就完蛋了 那就乱套 好吧 那这些影片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